萌多 萌多应该是Cube在本个赛季第二次的一个选择 对 因为上一把的萌多选择 说实话 很多人会觉得那场比赛的胜利其实和这个因素没有太多关系 那场我记得是打淘博的时候选的 对 效果很一般 但最后还是赢了 那这场选出萌多来的话应该也算得上 我觉得比较让观众看起来会比较开心的一个选择吧 而且带了一个虚弱 是啊 他这边在Q冰线想要上来打 有虚弱 有虚弱 虚弱直接挂了 反正爱爆上来点一套 阿尔克这边选择有点低 哇 Q冰一吃 配合一个会心这边打的选择有点太低 把治疗上来直接想点死了 哇 这下路炸了直接 哇 好惊险 对 就说了别人带了个虚弱 你一起去挑没用啊 呃 有点小杂 有双TP 但我觉得这两个TP都过不来 他就杀阿尔克呀 诶 诶 这边的乐园小失误 但滴血是换掉了 而且是狗熊的 换两个 还有闪 这边Q Q到了 卡玛有一个大招 Q 这边E上来 伤害很高 赶紧给套一个盾 下一个Q 怎么说好 有闪 有没有机会命中 小兵来了 有闪 有没有E闪 有没有E闪 再找角度 阿不 走位开始扭 哇 Q了个闪 漂亮 拿下这个人头 主要是第一时间 乐园没想到对方打了个反先手 他被控住了 好在是极限的伤害下是换掉了这个一拳 而且 说实话 这一波的月塔从人头的分配上来讲 我觉得对WE而言没有那么的好 因为辅助拿了一个 对 这一点的话 其实有点小伤 而对AI而言是一个是AD 一个是打野的 这波有点骚啊 哎 下路又是打起来 看一下 杭这边血量是下的比较低 这边应该是钢挂点 要死啊 哇 一箭穿透了 但福福的位置刚是被发现了 这边 艾尔克只能往后拉 杭这个位置走的是比较大胆的 艾尔克是Poke的 可是要扛一下防御塔的伤害 好好的 是 福福 这个位置转断往后拉 尾尔克也过来远过一架特意Poke 但是打到小兵身上了 还不还要走了 是 他这波直接进野就可以反红 看下这波怎么打起来的 直接挑 打不过呀 下路关键 哦 他进化把虚弱减了 艾尔克 但还是没机会去打的 下路是真打不过 就这个打野不来一辈子被呀 是 但Cube这边也知道 兄弟你双打野是吧 我过来给你点麻烦 展现过来要杀 哦 左翼的飞行是没有蹭到 下一波有可能直接一个猛头从后面直接踢我来 先看一下中路 有闪 直接爆 爆回来 哎 这边一个大招过去把脚跃技能躲了 又捡了一个闪眼 这波感觉能操作 乐园闪现上去打第一波是碰了对方的一个脚跃 但这个位置睡到了小东北 想能不能走吗 被飞行给砸死了 这波伏伏天秀 太帅了 他的大招是把悲伤的大招给躲了 对方老来人 哎呦 狂Q 这波完了死了 艾伯 很戏 这波是没有想到对方的一个 虚空 是 但双方的辅助会同时到位 这边乐园应该是可以秒掉 陈杰已经逞可以剪 剪刀 这里有个cube在做一个掠阵 双方已经打起来 飞上前面大招下的还不错 乐园的位置能走吗 我换掉对方的一个打野乐园还没死 但是这个呼吸哥是把人都给收下 迷子那边也是倒了 呼吸哥这边有没有眼可以摸一下呢 手里是没有太多技能的 没眼啊 而且这边直接过来一个小东北 哎呦 炒鸡 感觉这波有机会出门 但是被催眠情报给睡到了 博物这边再点一个闪现 一发飞行 哇 但死前这边 芒森还是完成了一波互换 有机会去c的 哦 他4-2了已经 发育巨好 看他这波踢得漂亮 这边没办法 两个野斧第一时间上来确实有点少 打完第一轮技能之后 其脚位就没爆发了 嗯 导致第一 导致自己是第一时间阵亡的 海平回了一口还没死 嗯 看这一波 本来以为是 走投无路了 这波其实小东北打得挺不错的 进来之后两个人完美配合 是 接一个EW 然后芒森这边RQ 主要在芒森把人踢到了 小东北也不慌多让 第二套龙也没了 是 打起来 胡锡哥这边也只能跟你纠缠一下吧 又被打一套 是 但Cube有大 有狂徒 他不是很有所谓 你现在打他也没用 是 哇 他狂徒好像已经触发了 这兄弟 泉水在跟你打 在那边踢了张翔 耶 Cube手里是有大的 这波是认真的吗 三包一 伤害够不够 感觉这个小兵已经有点不够了 选择硬伤 他免疫控制 哎 大抱了个寂寞 而且这边没很很好 脚越Q是Q空了 感觉三个人伤害不太够啊 是啊 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一个问题 到底是要谁的先手来破他的一个被动 感觉第一波这边三个 哎 看下 哎 还不爱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果断的开团啊 给W带来了一丝 一丝希望 这波只有五个人中路 嗯 对于R来讲的话 还是有机会就从个小兵团战的 哦 这波火星腰带 闪现开大拉回来 配合LK的一个进场 到来 还想等一等装备吧 嗯 没事也觉得不好打 这一波有没有说绕后TP的会有绕后TP的演啊 有演 我觉得 这波W也得开啊 要开吗 小宫没地上还是没有来的 还在持续的选择做一个代线 就如果对面推高地的话 这波是要绕后TP去开的 又是乐爷吗 乐爷这个位置往也去走 可能会被先手 但乐爷这边很 稳健啊 D先往前走了一波就往侧一靠了 好 开到狗熊应该也打不死 对 D先秒不了 对那种漂亮操作的话是有机会 配合自己队友打住一波决战团呢 看一下乐爷这个位置 是想要留人吗 小冬被这边被挠了一下 他没有后续技能可以给了 随时可能被开 所以他也比较紧身 和卡马靠在一起 哦呦 群众也给了 加速往后拉 这个把小冬 疯狂也是打了一套 哎 背到那边要开 但开的效果非常一般 这个精神被吓了出来 看一下这波怎么打 色体进场 这边一个强烈猎 但只能让乐爷一个人 这波小冬被感觉要把自己卖死了 这个位置乐爷大招上来 先把小冬被这个人头拿下 后续这边 怎么说现在龙还有30多秒刷新 再一个飞行上来 把MISSING逼了出来 蒙多开了 还在往前追 减速到了 这里有闪现的MISSING 闪现走盲从一角 帮这边MISSING解围 哦 那这样的话 保了自己队友走 但这条小冬可能就守护不了了 哇 VOLBO这些还给压力 这一波这个团开的 太勉强了 大龙 打得很快 大这边大龙小冬已经打掉了 对 但这边是知道感觉打不了 这边想偷一下 但是两个人也扛不住 再也去埋伏一下 好坏 开了一个皇冠 蒙多一个人在前面 小冬被这个位置那边 哎 应该暂时还是不知道的 呼吸哥在这边埋伏 他走过来是一个狗熊啊 这个狗熊还是有点难啃 跟牛头部不用敲动牛一样 看一下这一波 哎 这波真的有点急了 其实第一时间都走了 艾伯反应很快 这么进去大招只拉了一个人 其实 再来看一下小冬被这波的进场 对 大拉 也没有拉到行 艾伯的位置在无压力输出 然后后续对方大招一根的话 即便就走不掉了呀 这团队打的是真粗糙 这皮肤他出来的时候 他会开着小车车出来呢 嗯 那种 很帅 是竞速嘛 嗯 哎 看一下这边 Poke上来打得还不错 背伤 第一时间选往后拉 乐阳在色彩 蓄势待发 三队也是选择拉开 你不傻 知道你打得不快 我就慢慢过来嘛 一步一步探 Cube这边 开启技能往前给压力 狗熊想拍谁 自己被Missing挑了一下 一定再拉一下 所以的话 加速已经给了 正面要开 哎 色提进去 叶 卡哈直接飞脸 这边有决秒 艾伯倒了 感觉是个机会 这边乐阳还在追着Missing打 过强了之后 闪现开大招去追 但后排这边 已经被切到了 这里小航也顶不住 已经倒了 而且乐阳这边 还没有杀到Missing 感觉自己也很危险 但艾伯刚刚的位置 有点危险 是加速一个闪现往后拉 这波团单 捐赏 W打赢了 这波爱打团 打的把自己 这个直接打脱节了 而且这一波 小冬北的一个进场 直接配合 二客 去 重复切掉了 来不爱 已经没有什么成长了 对 再来看一下这一波 因为双前排一直在前面 卖啊 这波说实话 乐保这个狗熊全程 追着对面 辅助打是没想到的 然后这个大招也用了 这边也完全不管自己后排 你看这 然后闪现去追 还没追死 对 他说这一波回头 配合Cube打这个卡沙 可能会更好一点点 看这一波 骗出对方的一个点燃 自己走 然后艾伯这个位置 被击火了 被狗熊碰了一下 之后 血量机掉的也是比较快的 这波直接来到 在找了 在找了一下 没找到 可以让杭或者狗熊 他们去探一探 这波 来了扫描 找到了 那这样的话 感觉要先去留小冬北了 小冬北大招 位移一下 赶紧溜 是 Cube这边直接出来 逼一下位置 Breeze的位置也是被发现 乐爷这边是选择 把员工人要拉出来 打波 这波催眠期望 配合维鲁斯 一天直接把这边 小冬北血量压滴了 回家了之后 要再次提P过来 有提 脚越这边挂Q 没有挂到人 DJ没有进场的一个角度 双猛有可能居然拼乘的一个场景吧 我这一直上来打了一道 伏伏伤害好高 对 大招上来 去留 这波想查 Missi Missi一丝姐又拉走了 这样的话 卡莎一直在输出 路就非常好 就是Cube这边 某打客户 困不住了 先往后拉 这边后去 盲子再踢上来 这边吃了一点 盲子顶得住吗 哎呦 阿山击了三个人 很完美 卡莎进来 先从维鲁兹再追 这边小王也走不掉 我这一波 全程疯狂打出出 Cube这边又被留住 回来又可举还没到 哇 胡锡哥这波天秀 太帅了 配合团队 打赢了这波团战之后 可以顺势拿下远古龙 再转大龙的话 他们可以拿到远古资源的双龙会 这波应该是直接一个双龙会了 盲孙胜还稳一手去回家 其实这波不回也行 有踢 他回来可能是要去中路首线吧 我觉得 带来看一下这一波 因为第一时间双C的位置有点远啊 两前排又是往前走的太深了 对 这个折腹再下来 发现前排已经倒了 有点顶不住 然后盲孙胜在后排 直接把狐龙的给牵扯住 这波对角 看起来这波 阿闪太帅了 太帅了 提起了三个人 而且其中有两个人是双C 对 而且这波团 二克输出位置一直也是找得非常完美 全程都在打输出 在不停的进攻对方的那个二塔 这波阿越被拉扯的有点难受 中路直接过来破一个门亚塔了 钓了一颗门亚 看一下这波背上 为什么往前走在那边 空了一下 正面的乐远顶不住 把他顶不住 他倒了 这里的Cube也是被打退 正面有一个 但血量有点低啊 感觉这波阿还可以 这波 W稍微打得有点脱节了 后续还能再追 想追吗 这边捡了一个火箭腰带 Fovo有没有角度出睡眠气泡 但有兵线挡了一下 被拉了一下 这样的话还能追吗 感觉有一点留不住人 主要还是对面攻势 现在一波比一波猛 是啊 现在就是玩那种卡房 就是各种守 但是看能守到多少波 你不知道 就得看操作了呀 飞上这边也是一小兵 往次里拉开啊 不然地线那个位置 可能是会被击杀掉的 Fovo打到目前位置 还是林郑王 原功能还有20秒的一个时间 下路兵线有一点点差 万豪这边已经是处理好了 再往前送的 乐远这边想开吗 想开一个L客 好脆啊 这边被Cue了一下 好痛对方无尽在手啊 还好有个水龙 现在回血还是回的比较快 但如果这样的一个拉扯的话 下路兵线怎么办 I是没有机会回去防守 防守的 爱波 大攻射箭 poke一下效果还行 没事也啊 只能让我们能一个人来硬汗 这边已经在打了 这远古龙可能来不及了 一千血 直接打掉要开了 色提这波爆的还可以 徐红天再打一波伤害 卡莎飞进来 这边杀了之后再一个金身 那这样的话感觉有机会 可以一波结束到比赛 在佛佛这边捡了一个闪 还在跑 佛佛还是凌阵汪 但家里的兵线 可能他来不及去处理了 而且这边胡杰哥 不想放他走 他GT了 有大招 有大一角 Q技能打到 后续有机会 沙妈过来 远古龙的一个斩杀线马上就到 直接喷死了 瞎得荡到手 那我们要恭喜WE 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扳回一局 是 这局也就完成了翻盘 是 前期劣质比较大的情况下 是让他们坚持下来了 那这一波两个前排最后是存活在机体前 但是难以防守 让我们恭喜WE 恭喜WE 本场比赛的经济曲线也是可以看得出来 包括说从小龙的数量对比上来看 大家都会知道是RE的一波前期大优势局 那后面是被WE稳住局面之后给打了回来 而且胡杰哥的话也是当成不让打了19000的一个伤害 但本场比赛全场最高伤害是L克 直接顶住了 是 那本场比赛跟NVP应该也是给了虾子6-2-9 胡杰哥 嗯 参传率的话83.3% 而且商业占比也不低25.8% 也是拿了自己本赛季的第四个NVP 而且他这把重伤出的巨长 对 他第二件就出了 嗯 连击件 就无论是打萌多的一个收益来讲 还是说对抗对方那个水龙魂 对